大家好,我是五年,欢迎来收看五年频道 对于喜有记者,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讲述他三藏仕途是人西天起西京的故事 途中经历了各种劫难 不如是电影、动漫、销说都有很多版本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香港漫画家 郑剑河和邓智慧合作的魔幻作品《西航记》 套用中国神话故事来展现全新的世界观 现在就来介绍吧 十六年前,苏悟空、猪八戒、沙悟静 护送唐山战到西天起京 这一趟不凡之旅成了世界重启 他们在坚固战斗中前进,不断磨练成长 打败路上不断出现在各种妖魔鬼怪 最终突破邪恶的妖怪大道取得起京回归 前往天空途中 悟空正在睡着的时候 在梦着梦见的一团小伙 正在向悟空求救 阻止唐山战把其境交给第四天 他将会毁灭一切 这时悟空清醒了 自从取得其境 悟空经常梦到莫名其妙的梦境 来到了众神的面前 师徒世人为天界立下大功 欲为世间之父 他们按照攻击区分封为佛和罗汉名号 杀乌境封为金色罗汉 猪八戒封为净坛使者 唐山战封为赞坛功德佛 孙悟空封为斗战圣佛 四人接受完封赏后 悟空发现事情不对劲了 他发现西天几斤是一个阴谋 悟空抢走了其境 准备和众神对抗到底 唐山战气的粗话都说出来了 大骂悟空你想杀出天空 你想把我们都给害死啊 这次悟空就任性就有一次了 他知道如果错了也让他错到底吧 相隔三百年 苏悟空再次大闹天空 二郎神第一个向悟空对战 杀星观影要唐山战立刻念金骨咒 而悟空要唐山战相信他 一直作战杀出天空 在压力之下 唐山战最终做了一个决定 也是往后他最后悔的决定 唐山战也是没办法之下 他念出了金骨咒 二郎神趁机把悟空给打倒 孙悟空被杀死 人头被砍下来了 猪八战被拔下了也 沙鲁金被关影给洗脑忘记过去 而唐山战无法接受的事实 贝利亚晚红后悔地离开了天空 那曾经快乐的画面已经不存在了 之后 如来发现了第四天正在把奇金的力量急速吸走 如来要骑走奇金 却被第四天阻止 两人展开了一场激动 如来身负重伤来见好朋友 天忆三龙王把奇金交给他 龙王把奇金修炼成人形 其名为天忆之 视他为亲生女儿 龙王还受养了百郎为家谱 十六年后 天空知道了奇金的下落 便派杀新观音 和二郎神前往抓拿奇金 龙王这次天忆受身负重伤 带着百郎和奇金逃离这里 他告诉百郎去寻找唐山战 把奇金送回西天 百郎来到了长安 找到了唐山战居住的地方 不过 唐山战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他了 他是个洛夫 他开了一家祭宴 化天酒地的过了十六年 最后百郎被拒绝见面 把他给赶出去了 百郎在外面等了一日一夜了 唐山战出来告诉百郎 不要再发梦了 百郎回话说 大法师不也曾经一样发过梦吗 唐山战沉默了 不久天兵来了 来了指尖金刚来夺回奇金 百郎抵不过天兵的实力 他为了对唐山战说 救我 让他回忆起 当时 苏悟空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 唐山战再也忍不住了 他从天兵手上救了百郎 唐山战不会再错过第二次机会 他要补偿以前的过错 今天的唐山战选择以天为敌 他上往西天之路 牺牲自己在所不止 接下来往西天的路上 唐山战将会寻找回自己的徒弟 凹血被唐山战关了16年了 猪八戒失去了野之后 没有了法律 成为了当地的乞丐 沙翁金被洗脑后 半天空折行任务 孙悟空的尸体被封在海里 不让他的灵魂投胎 唐山战要如何度过难关呢 如何找回徒弟们 在这本漫画有不同的世界观点 人物猩猩感 我推荐你们去看这套漫画 如果喜欢就按赞分享出去 然后订阅我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